丢掉学生气,走好职场第一步 大学毕业刚入职场,还没来得及伸展拳脚 最初遇到的问题往往是 学生气太浓 学生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表现的2样 不成熟,不专业,第一印象不好 职场给你的机会也会不好 毕竟现在工作那么忙,谁也没时间慢慢了解你 那么,职场新人怎样才能丢掉学生气 更加职业化呢? 吉腾哥就联合本格男士的传义大佬 给你一份新手赏路指南 从着装开始,告别学生气 第一,衬衣是万能的 帽衫,T恤,穿起来虽舒适 可这会让你看起来幼稚,缺乏责任心 要想穿出职业感,还得是衬衣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穿上衬衣都显得精神 给人一种成熟稳重,感练帅性的感觉 男生可以选择牛津纺衬衫作为入门款 也可以选择纯棉的蓝色或细格纹衬衣 千万不要穿韩版收腰那种 只会让人以为你在理发店上班 而女生也可以选择简便的衬衫裙 会显得更加温柔 第二,穿一条没有洞和太多口袋的裤子 破洞有个性,可是上班穿破洞会让人觉得太随意 一不小心还会穿出流浪汉的感觉 很多口袋的工装裤也会让人觉得业余 西装裤是最稳妥的穿法 男生可以选择深灰色或者深蓝色的西装裤 增加男人味,如果不是对着装要求严格的单位 休闲一点的卡其色或军绿色 还有简单的牛仔裤都可以 而女生可以选择阔腿裤 不仅增加成熟感还嫌瘦 至于有亮片毛钉的皮裤 那是汪峰老师的专利 第三,小白鞋挺好 但至少准备一双皮鞋 乔丹鞋很情怀,椰子鞋很贵 但这些运动鞋在领导看来就是 大鞋的我刚毕业 所以要想摆脱学生气 鸡汤哥劝赶紧换双鞋子吧 男生可以选择牛筋鞋 如果不是太正式的场合 也可以选择翻船鞋或者小白鞋 而女生可以选择平地鞋或者肩头 来提升自己的亲属感 最后提醒大家在职场中无论怎么穿 最重要的是赶紧整洁 没有人想和一个邋里邋遢的人一起工作 而对新人来说太过个性的打扮需要警惕 如果个性高调能力不高调 就很容易被打上不靠谱的标签 关注人生资本论下期鸡汤哥要跟你聊聊 摆脱学生气的第二点 学会控制情绪 打造个人品牌